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歡迎來到園長的廣播時間 以前我是工作狂 沒工作 生活就覺得沒有意義 努力工作 被主管稱讚 獲得升遷的機會 賺更多的錢 因此得到成就感 心情愉快 這是個很好的循環 好像大家都是這個樣子 幾乎變成一種普世的價值 雖然工作會帶給你許多勞累 但你可以獲得獎賞 就是金錢 所以工作和金錢密不可分 金錢在某個意義上 就像毒品一樣 因為金錢能滿足你許多慾望 讓你飄飄欲先 當你嘗到一點甜頭之後 你就會想繼續賺錢 賺得更多 有些人甚至會違法 不擇手段 如果沒有賺錢 當你開始失去那些 滿足欲望的愉悅感之後 你就會感到憂鬱和焦慮 就像毒品的階段症狀 所以我們就會不斷工作 對我們來說 多少錢生活才足夠呢 有些人說月薪十萬就夠了 有些人說五十萬 有些人說一百萬 有人說兩百萬 賺越多當然越好啊 誰會嫌錢賺得少呢 但是 你就要付出相對的體力和時間 一直工作 一直充業績 滿滿的工作 才會有滿滿的錢 工作一整天下來 和同事相處的時間 好像都比家人還多 跟同事說的話 好像也比家人還多 和自己的家人變得比較疏離 和同事反而比較親密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自己老了之後 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未來的你 吃著什麼樣的早餐呢? 身邊會有什麼樣的人呢? 住在什麼地方? 在做什麼事呢? 老的時候 還會在同一間公司上班嗎? 還在想該如何升遷 和賺錢嗎? 是不是持續做著和年輕時 相同的事情呢? 大概在2007年 美國作家Marcy Elbert 在他的著作裡提出斜槓的概念 最近幾年被翻譯成中文之後 才慢慢在華人的世界裡熱烈討論 斜槓是指一種工作態度 一指現代人不再滿足於單一職業的工作模式 而選擇有多重職業及身份的生活 這樣的模式還給人們生活的自由 不必再侷限於專一 而且顯得無聊的工作 如果有機會 可以不用每天都做同一份工作 會變得如何呢? 剛好我獲得這樣的機會 可以跟大家分享 剛開始不用每天到公司上班 一定會覺得很恐慌 感覺自己很沒用 是不是在浪費生命 沒工作就沒收入 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啊 但後來我發現 人類真的是可塑性很高的一種生物 賺的錢雖然少一點 但也就這麼活下去 錢掃就有錢掃的活法 也沒有到世界末日的程度 另外 工作天數減少 收入也減少 但換來的是時間 我有許多空閒的時間可以利用 這倒是意外的收穫 以前我覺得看書、看電影、運動、看整染 許多休閒活動 都是生活次要的 是工作之餘的調味料 也可以說是用來打發時間 沒什麼意義 工作才是主餐 任何事情應該以工作為主 後來因為減少工作的天數 另外多出來的時間 我就可以做這些休閒活動了 工作就不是主餐了 換句話說 任何事情在生活中 都是主餐 受到斜槓的啟發 所以我把工作重新定義 工作不再局限於我原本專業的領域 工作也不等於賺錢 休閒活動也可以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 雖然沒有賺錢 但可以賺到內心的富足 這也是一種賺 不是嗎? 看書可以很有意義啊 我把書中的知識跟別人分享 很有意義 運動也可以很有意義 獲得健康 減少去醫院的次數 讓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健康的活著 也很有意義 等小朋友玩也很有意義 教導小朋友成長 跟小朋友的感情越來越好 這也很有意義 專業領域的工作 不再完全佔滿我的時間 我把其他事情也排進我的生活裡 當成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工作不再只有單調和勞累 工作變得很多樣化和有趣 做起事情效率也變得更好 我也很少對工作還很累 變得比較不會有職業倦貸 不過有時還是會有慾望 如果我再平一點 是不是能夠得到更多的錢呢? 但這時 另一個我就會跑出來道德勸說 錢勾用就好了 工作與生活品質 如何取得平衡 是一項很值得思考的事情 園長的廣播時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